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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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2021年8月就要上映的 斯卡羅六分鐘預告之後 各位是不是很期待本片播出啊 大家似乎有些問題耶 你的疑惑我們都知道 公視小編前進各大社群網站 收集大家的意見 在今天為各位帶來斯卡羅機密大公開 相信可以帶給大家 在本片正式上映之前更多觀賞的樂趣 現在就讓公視小編 幫網友跟劇組進行QA問答吧 斯卡羅是什麼 斯卡羅被認為是一個在恆春半島南端的統治貴族 日本人類學家描述為排灣化的北南族 以從北南族之本社 牽引至此的四大社為核心 包含排灣族 阿美族 馬卡道平埔 以及伊肯的敏克 都在他們的統俠之下 這次的電視影集 就是在描述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羅妹號事件 想知道斯卡羅如何呈現這個事件嗎 請記得鎖定8月14號上映的斯卡羅 斯卡羅到底是電影還是影集呢 斯卡羅不是電影喔 共視長期都在觀察日本大和劇的發展 因此我們對大和劇講述的歷史題材的做法 相當有興趣 當我們參考許多題材之後 便決定開始拍攝斯卡羅的故事 在經過多年的準備後 2021年 我們終於推出了斯卡羅 這也是公視改編歷史題材旗艦劇的第一部 透過斯卡羅 讓觀眾更了解台灣的歷史 6分鐘的預告 感覺都劇透完了 這次6分鐘的預告 目的是希望大家在正式開播前 可以對這個故事有更多的了解 請大家在8月14號這天來觀看我們的節目 所以斯卡羅到底會有幾集啊 感覺10集也曬不完 斯卡羅是一部12集的電視影集 但我們覺得他還是有改編成電影的潛力喔 會在其他ODD播嗎 現在距離8月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除了在公視頻道公視家播出外 也會跟其他的ODD平台洽談合作 也希望大家趁早加入公視家的會員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斯卡羅喔 這次我們在野外拍攝 當然有天然的蝴蝶停在蝶妹的手上啊 啊不是啦 草島這一次再度與一把青的特效團隊合作 大家看到的蝴蝶與其他的動物 就是透過特效技術製作出來的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更精緻的視覺效果喔 會上傳幕後花絮嗎 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 都有把完整的拍攝過程都記錄起來 等到正式上映後 一定會為大家帶來斯卡羅的幕後花絮 到時候請大家一定要記得看喔 看完了這支影片 是不是很期待8月14號在公視上映的斯卡羅呢 現在就加入公視家訂閱公視YouTube頻道 未來如果有斯卡羅的第一手消息 公視小編一定會馬上告訴大家喔